這是Google Map 我們今天來高雄亞洲新灣區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如果說以高雄展覽館為中心的話 星光水安公園是在這邊嗎 那高雄展覽館我們看到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弧形的展覽館 再來這邊就是亞洲新灣區遊艇碼頭 這邊會有一些很特殊的酒吧還有餐廳 圖書館總館就在這邊 再來就是遊戲音樂中心 Kia在這邊 大圆板在這邊 山多山圈在這邊 如果往這邊走的話就有一些景點 比如說打狗英國領事館地有沒有 再往前走就是西子灣 這邊有中山大學 那往這邊走就是中列子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重畫劇 它的景非常的好 我是Joe Joe愛五四三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高雄的亞洲新灣區 亞洲新灣區這邊就靠近前鎮 林亞還有岩城古山 這四個區 其實它很大 它總面積快接近600公頃 這個地區還蠻好玩的 它不是一個重畫區而已 它本身又有工業區 有軟體園區 科技園區 還有一個特定文化休閒區 像博二藝術特區 還有戰樂庫 流行音樂中心 旅運中心啊 這些都是屬於亞洲新灣區的範圍哦 你會常常看到就是一棟很特殊的大樓 它就是中竿的總部 旁邊還有一個夢時代購物館 所以說下次你來這邊哦 你會發現這邊真的是很多地方可以逛 你會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地標 比如說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高雄的港部旅運中心 它長得好像一個經營的尾巴 然後晚上甩起 那我們再來看高雄展覽館 感覺上前面好像是一個挖鏡在前面哦 這幾棟都挺特別的 還有高雄市立圖書館總圖也在這個區塊哦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這裡有什麼啊 這邊還蠻好玩的哦 這邊有影音串流實驗場還有高雄電競館 那還有什麼無人載具的實驗場哦 2022年8月其實他們還會推出2.0的計劃哦 那到時候呢就會有台積電或日夜館 一些大廠就會紛紛進入 它整個高科技產業就會慢慢聚集在這邊哦 講到房市到底對房市有什麼樣的利多呢 首先呢啊這邊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產經的計劃園區嘛 所以說它的政策以及交通都非常的齊全 除此之外呢 古房部205兵工廠哦這一塊它還有57公頃 目前在慢慢進行區段征收 所以等它征收完了之後呢 又會多了57公頃 到時候呢就會釋出很多的地方可以蓋住宅 發展潛力哦 後世可期啦 那這邊的房市哦還有這邊的建案有哪一些哦 比較常聽到就是高雄國營嘛 那是國營建設它蓋的 目前它是高雄豪宅的指標案子哦 目前聽說最高的成交價到68萬左右哦 一戶啊成交就高達1.7億哦 那目前聽說是高雄豪宅最高價 未來是不是有其他的超越它 我相信應該是指日可待了 再來就是遠雄哦 它也在這邊推出了遠雄勒萬 它是一個複合式的建築哦 下面是飯店那上面呢就屬於豪宅的部分哦 那它目前的最高成交價在54萬上下哦 平均其實沒那麼高啊 應該是35萬到40萬左右 那看這兩年房市的變化 我相信它也會再繼續起落 以目前這個區塊的平均的成交價 大致落在30萬上下 其實在國外一般海港哦 它都會有一個很好的房價 那是因為說其實外國人他們在買房子 有時候事實上是很重視 就是這房子是不是有view 它的景觀是不是可以很好 假說可以看到海景的話 或者看到山景的話 房價就會水漲船高 因為景觀其實是住宅延伸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有時候你買房子哦 不是只是買室內的空間 你買的也是一個對外延伸的一個視覺感受 目前房市在今年哦 似乎因為打房有熱度減減哦 尤其是因為通膨嘛 現在各國央行都把利息不斷的調升 美國勞工統計局7月份發布的通膨達到了9.1% 這個數字哦 不斷的增加而且比預期還高 很可能就會加重它升息的腳步跟幅度哦 那假設哦 你要買房子的時候啊 記得哦 第一個貸款成數很可能會受限 甚至會比較困難一點 甚至一些限制 再來就是你是不是可以應付哦 未來央行升息之後 你的貸款是不是可以順利的繳交哦 不然的話你好不容易買了一個房子 最後因為繳不出貸款 而要把它賣掉的時候啊 常常這種情況都會賣在相對的低點 你要知道它不是股票 股票你只要認賠殺出 按一下滑鼠鍵就可以賣掉了 可是房市不一樣 房市常常走下坡的時候 你想要賣掉房子哦 那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哦 那當然這個區塊整個政策的發展 屬於向上的階段 未來也會有重大的建設開出 那當然你必須要配合 目前的整個世界經濟的局勢 還有自己未來貸款的條件 還有貸款的能力一起評估哦 我是Joe Jai53 誰讓我13 只說實話 不說廢話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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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